哈囉 大家好 我是Pink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Don't stop never give up Pinky don't stop 今天呢 要來跟你分享我一二月的最愛 然後因為品項有一點點多 所以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從底妝產品開始講起 就是它 Dear Skin Forever Foundation 這一關粉底液呢 很多人都說 它上臉之後會暗沉 可是我覺得它並不是真正的暗沉 而是它乾掉跟肌膚結合之後呢 會呈現出它真正的色澤 像是Penty Beauty的粉底液 也有類似的效果 那真正的暗沉我認為是 會讓肌膚看起來真的 臉色菜菜的啊 或是讓你的膚況看起來更不好 它不會 它真的只是顏色 就是稍微暗了一些些 所以我比較覺得它是 粉底液真正的顏色 是比瓶子裡面 或是擠出來 看起來再更深的 那我們在購買粉底液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擦一下 試用一下 然後感受一下在購買的嘛 所以大家在選購的時候 特別注意就可以了 那除此之外呢 這罐粉底液它有 SPF的成分在裡面 遮瑕度非常非常好 而且用量更省 就是基本上可以說是打敗了 我去年的最愛 Fanty Beauty的粉底液 所以如果說有的時候 你懶得上妝前乳啊 防曬乳啊 這一罐就是 塗上去就可以出門了 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是懶鬼救星 那 嗯 沒有什麼好做 就是 一二月最愛的粉底液 就是它 目前還沒有人可以打敗它 就這樣 Anyway 好 下一位 這塊打亮呢 在我的打亮猜猜看裡面 有跟大家提起過 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塊打亮 收到手之後呢 不停的愛用它 直到現在 好美喔 而且好像有出了 新的版本了 我還沒有去Sephora摸過 因為我人就在台灣了 但是 So far最愛的就是這一塊打亮 只要你是亞洲人 不管你是什麼膚色 我相信這一塊都會非常非常的適合你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看的話 它的刷色啊 以及更詳細的解說的話 可以點那個資訊卡 然後去看看我的影片 這塊真的很棒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兩支 我非常非常喜歡的眼線 一支是液狀的 一支是筆狀的 液狀這一支就是 KISS ME的眼線筆 我使用的顏色是01黑色 那這支眼線筆呢 就是讓我有點相見恨玩的感覺 我知道KISS ME的 呃 睫毛膏啊 眉粉啊 眉筆啊 那一系列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試過它的眼線異比 那之前我愛用的泰國的MISTING 那一系列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可是致命的缺點就是 快要用完的時候 它的出水量就很難控制 它常常會就一大坨出來 所以就是搞得你的整容妝 會眼線特別的粗很浮誇 再要不然就是可能會 真的會一打開就噴到你臉上 就很誇張就對了 Anyway 所以就是那個缺點我再也受不了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決定 回到日系眼線液的懷抱裡 那就是眼線液呢 它的刷頭呢是毛筆型的 非常非常細緻 然後出水量也很好控制 如果說你是新手的話 拿這支練習會非常適合 為什麼 因為它畫出來的線條很細 它可以就是上這種程度 但是也可以到這種程度 就是完全看你的施力點是大還是小 來取決於你線條的粗細 所以呢 這一支不管是老手或是新手來說 都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跟你說啊 你知道在購買東西的時候 總是會想說多比較嗎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去城市 試了很多很厲害的眼線液 那我是怎麼試呢 一般不是都會潑水潑油 然後看它防水耐汗嗎 我用口水 你知道就地取材嗎 然後在我口水強力的摧殘之下 這一支也是戳了很久才掉色 那確實用下來之後 它也是真的很不暈染 因為常常有時候你可能這邊的眼線都還在 眼尾就不見了 可是我們搓啊 還是眼睛有老把油之類的 就是眼線就很容易消失不見嘛 那這一支呢 so far都沒有這種情況出現 一整天下來去卸妝的時候 你的眼線都非常非常完整 可以說是CT值非常高的一支眼線筆 已經表面上都刮花了 完全看不出來是哪一間的 但是你看我從後面這樣拿喔 輕輕拿你看一畫 它就是非常非常顯色 而且它完全不會暈染 我最近很喜歡的畫法就是啊 我會把它加在我的眼下這邊 畫三分之一 然後再用細細扁扁的刷子把它暈開來 呈現自然的陰影的效果 那我很喜歡這樣的妝效 而且這支差不多99塊錢而已吧 但是呢它的品質真的是沒話說 上眼的觸感非常的滑順 然後效果又很持久 又不容易暈染 如果說我今天出門化妝的時候 比較有時間的畫 我就會先拿眼線筆來畫眼線 然後稍微的把它暈開來 再用眼線一筆畫出一條細細的眼線 這樣子的妝效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有層次感以及深邃感 但是比較花時間 不過這兩支的combo我非常非常enjoy 所以最近就是non-stop的持續愛用它 接下來有刷具要跟大家分享的啊 就是呢 將將Eco Tours的 Powder Blush Brush 雖然說這一支的定位是定位在蜜粉跟腮紅 可是我呢我都是拿它當修容刷 因為呢它雖然說是這樣子膨膨的刷頭嘛 對 可是你看它側面也是有瘦度的 所以這個呢就很適合大範圍的上五桶粉 那我自己因為是健康膚色的人 而且我又有點懶惰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是拿Bronzer來修容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就是可以帶出 比較自然然後線條感不會那麼明顯的 修容的妝效 用這支上Bronzer出來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均勻 而且很快速 所以 I like it so much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再更多一點點 我妝效想要再更精緻一點點 然後修容真的要很很到位的時候呢 我就會先用這一支打底 然後再加上 這一支小刷刷 是Elf的Blending Brush 可是呢它好像當初設計是用來上礦物蜜粉或什麼之類的 單價比較高 然後造型也跟Elf一般的刷具不一樣 但是它真的很棒 它看起來雖然說也是很像蓬鬆型的刷子 但是它其實壓的啊 比剛剛那支刷子還要再扎實一點點 然後這個形狀 去來修我們的容完全的剛好 它可以修出很俐落的線條 可是又很好暈染 所以真的很棒 而且它這個大小啊 攜帶很方便我很喜歡 目前也是這兩支的組合我非常非常喜歡 如果說也是有時間的話 就會先用這一支大範圍的上Bronzer 然後再用這支來Contour 那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可能就是用其中這一支 看我那一天想要呈現的妝感是什麼 但總而言之 這兩個月我非常非常喜歡 特別愛用的刷子 就是這兩支特別提出來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來到了眼影部門了 因為呢一二月有兩個月嘛 你不能夠逼我做出抉擇 就是喜歡一盤眼影盤 真的太逼人了 所以呢我就選出了 Huda Beauty的Desert Dusk 還有Kathleen Lights跟Colourpop 聯名的Dream Street Palette 這兩盤呢我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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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喜歡 但是對我來說呢 它們兩個的用途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講這一盤 Desert Dusk 這一盤呢其實我從去年 它一推出的時候就入手了 所以它在我的身邊至少應該有 四個月多左右了 那我對它的感覺一直都是 嗯一點 有一點點來來回回來來回回的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這一盤的Dual Chrome呢 還有亮片色 有幾個顏色不知道為什麼上我眼之後 會讓我的眼睛看起來特別特別的抛 所以我對它的感覺是有點複雜的 相對起這些亮片的顏色 我最愛的當然就是這個Cosmo 但是除了Cosmo之外 嗯我是喜歡它的霧面色大於 呃珠光色的 然後呢 讓我決定會把它納入 一二月最愛的原因是 因為有一天我要去拍正見照 然後你知道拍正見照的時候 不能夠帶放大片 於是呢我就在思考說 那我要怎麼樣呈現一個深邃的日常妝 但是又不能夠too much 因為正見照 於是呢我還是伸手抓像的這一盤 Huda Beauty 就用了這三個顏色 畫出了一個還蠻立體的眼妝 我自己也很喜歡那個妝效 所以它呢真的是一個很百變很百變的眼影盤 你今天如果說是一個OL的話 用它畫上半妝也OK 那如果說今天想要變身成一個 啊 搖眼見貨 它也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所以對於我這個百變的雙子座女子來說呢 它可以實現我很多幻想 以及理想中的妝效 真的是濃淡接衣 我很喜歡 另外一盤Dream Street呢 它的顏色啊 我覺得不一樣 可是對我來說的感覺是有點像的 就是它也是一盤濃淡接衣的眼影盤 它有就是女孩子們啊 都會很喜歡的玫瑰金啊 暖棕色啊 大地色啊 但是它同時有比較跳的顏色 比如說像是這個藍綠色 珠光的藍綠色 以及這個 蠻特別的珠光色 有點帶綠帶銀帶白的感覺 就是它這一盤 雖然說乍看之下你會覺得說 嗯好像難度有一點點高 但是其實不會 它也是一個濃淡接衣的彩妝盤 而且像是這一種比較重的顏色有沒有 其實你把它加在眼尾呈現的妝感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會讓你跟平常有不一樣的感覺 雖然說Colourpop的價位是比較平價 比較平民的 可是它的眼影的暈染度以及顯色度 其實都不輸Huda Beauty的Desert Dusk 可是唯一唯一的缺點呢 它會有一點點的色素沉澱 但是呢不用擔心你只要卸妝卸得徹底 卸得乾淨就OK了 所以這是有一點點 嗯 小缺點啦 但是不影響 大家都會卸妝啦 就卸乾淨就好了 沒事沒事的啊 唇彩部門呢最近非常喜歡的就是 Dose of Colors的Los Angeles 它是營造的很像Los Angeles的感覺 可是我去看那個拼法是Los Angeles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文字遊戲的概念 然後呢它的顏色是有一點點像乾燥玫瑰的紅 可是又有一點點的桃 那這個顏色當初我發現的時候我非常非常驚豔 因為就是有一種 天啊這就是我一直以來在尋找的顏色不是嗎 的感覺 所以試色之後就馬上把它帶回家了 那它上嘴的觸感呢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不像是我們一般擦的霧面唇彩會乾掉 它不全然的會乾 它還是會沾染 但是它呈現出來的光澤呢是比較偏絲斷光的 它雖然會沾染 不過它留在嘴唇上的時間非常非常的久 只要吃飯的時候小心一點點不要把它擦掉的話 基本上顏色都還在 所以呢我非常非常喜歡 不過在使用上要特別注意的是 它這一次啊 除非你嘴巴真的是我的兩倍大才會塗得完 要不然真的太多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把它刮一刮 然後再來塗 那它頭這個形狀呢非常適合描唇彩 甚至不用唇線筆呢就可以畫出很俐落的唇型了 很方便 如果說你還沒有試過他們家的Formula的話 真的可以試試看很舒服很顯色 然後在嘴上也不會有負擔 棒棒棒 除了剛剛提到的都是我們color的唇彩之外呢 我還有一個很喜歡的唇部產品就是 夾夾 DHC的護唇膏 然後呢這個是Kiki之前去沖繩的時候買給我的紀念品 它好可愛喔 有跟美樂蒂聯名 所以就是上面還有美樂蒂 超級可愛的 它轉出來是有顏色的嘛 所以它就是有顏色的潤唇膏 如果說我的包包裡面什麼都沒有 只能帶一個產品的話 我可以支帶它 因為呢 它會有潤唇的效果 又能滋潤我的雙唇 我就不用擔心 我出門我的黑嘴唇會嚇到其他路人 所以這一支真的是很棒很喜歡 謝謝Kiki 我愛你 好彩妝的部分呢都已經講完了 接下來來移動到時尚單品的部分 耶 今年的一二月呢我非常熱衷的就是便宜可愛 然後又浮誇的大耳環 像我現在戴的這一副呢 它只要一百塊而已耶 它就是我在台中縫甲的EVAEVA買的 然後如果說你到台中沒有逛過EVAEVA的話 真是太可惜了 你有機會一定要去逛一下 其實它也有網路商店 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去走走逛逛 它的耳環都很有特色然後很便宜 除了這一副之外呢在過年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副 它其實是愛心 可是呢有觀眾朋友說它還像燈籠 沒有人家是愛心啦你看看 它也是我在EVAEVA買的 也是只要一副一百塊 那我覺得就是像這種流行性的飾品啊 其實你不管是買三百九兩百九 就是品質都沒有差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我自己是很容易過敏的人喔 但是戴他們家的耳環我竟然都不會一樣耶 所以之後就會固定的回購他們家的耳環 那如果說你平常不是那麼浮誇的人的話 可以從 這種比較小的可是是比較有設計感的耳環開始 這一副耳環呢我也非常的喜歡 它一邊是毛球一邊是火鶴 好可愛喔 然後我還買了小兔兔的 哇好可愛 這兩副呢我就不是在EVAEVA買的 我是在Child Accessories上面購買的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也可以去IG上面看看 然後它的飾品也不會很貴 差不多都是落在兩百塊以下的價格 而且現在不是花開了嗎 春天到了大家都喜歡去外拍 像這種耳環非常非常適合帶出去拍照 超級可愛的 再來呢就是這件外套 我呢非常非常喜歡這一件太底熊外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喜歡裝可愛 這件外套是我之前去主持林彥婷老師 她的時尚講座的時候 看上的外套 它真的好可愛喔 就是很柔軟 真的很像自己養了一隻紅貴賓 但是更棒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可以兩穿 除了這一面毛毛的之外 它也可以翻過來 像一般的短板N3餅 然後又很溫暖 是不是有點吵的部分 嗯嗯嗯嗯嗯 好總而言之這件外套非常非常可愛 這是來自於專櫃Earth Music and Ecology 如果說喜歡的話 趕快去搶購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出現了唱歌彩戲的聲音 我們還是繼續把這影片給錄完吧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最愛的飲料 奶茶 一二月有特別喜歡的口味 茶堂會的薑汁奶茶 然後記得呢大家要加的是四分之一糖 如果說你是喜歡喝甜的朋友的話 你可以再甜一點點沒關係 可是因為我平常不太喝甜的 除了奶茶之外 所以就是我就是加了四分之一糖 覺得嗯甜味剛剛好 然後薑汁跟奶茶融合在一起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滑順 而且重點它可以讓你有種火燒心的感覺 哈哈哈哈 不是是它呢因為我加薑汁嘛 所以喝了之後真的會有種 哦身體就暖了起來的感覺 而且呢我喝完之後打開這邊 然後去清洗回收的時候發現 它是真的用薑去磨的薑汁奶茶耶 不是用薑粉 真的是真材實要跟大家推薦 如果說你家附近就是有茶餐會的話 歡迎你去嘗試看看薑汁奶茶 雖然說它的價格可能比一般的奶茶 還貴一點點五十塊 可是如果說天氣真的很冷很冷很冷的時候呢 喝一下薑汁奶茶真的會讓你從身體裡面熱到外面 因為真的會冒汗的部分 喝起來很舒服 然後可以說是支撐我走過這個冬天的痘能 薑汁奶茶跟你分享推薦 一二月的Fairies就到這邊了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說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還有別忘了訂閱分享按鈴鐺 訂閱分享按鈴鐺 按下小鈴鐺的話呢 希望我上傳新影片 它就會通知你 所以記得回來看我哦 那我們就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好的 Dior的Dior Skin Nude Air Luminizer 好難念 只要你是亞洲人 不管你是什麼膚色 那 嗯